内战风火正进 国共大事已定 集合号提前吹响 谁来定建国纲领 中国秘密战作者又一例作 全情解读新中国建国内幕 敬请关注好在今 周末开讲协商建国 权威军事讲坛感受兵家智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和平年代周末开讲 今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 及共同纲领制定60周年 这次会议带行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这次会议决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 国歌为一勇军季行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定督北平 北平改名为北京 纪念采用世界公元 10月1日为国庆节 会议还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前 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等重大事项 这个由各党派 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著名精英 所组成的会议 虽不是经由选举产生 但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色彩 60年前 在解放战争的龙龙炮声中 共产党人提前吹赏集合号 民主人士在走上天安门城楼前 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坎坷呢 今天啊 还是请我们周末开讲的老朋友 协商建国这本书的作者好在今开讲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开讲协商建国系列讲座的第一讲 集合号提前吹响 今年是200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一个甲子轮回 这是大情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免要想一想 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么成立的 人手足共支 那是枪杆子打出来的 同时呢 也是开大会选出来的 60年前那场大决战啊 应该说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总体战 是一场中国命运的决战 八一电视制片场拍摄过系列的电影 反映战争进程 大决战大进军 同时呢 也拍了一部反映首阶政协成立的电影 叫甘胆相照 我参加了这部电影的创作呢 这才发现啊 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啊 是由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 这个首届政协这么重要 它是怎么召开的呢 1948年的时候 中国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已经走向了一个转折阶段 48年3月23号 毛泽东就东都黄河了 这就是从陕北高原走下来进入了华北大平原 准备向国民党反攻 准备打大决战 可是六天以后 3月29号 国民党却在南京啊 召开了一个国民大会 就是在战争正在转折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开大会呢 原来是蒋介石要选举当总统了 到了4月30号 南京的国民大会 隆重闭幕 庆祝蒋介石当选总统 蒋介石宣布要 半年内要消灭共产党 共产党这边呢 也在4月30号 发布中共中央 发布了一个五一口号 其中有一条就是 打到南京去 活着伟总统蒋介石 这个时候啊 国民党和共产党 那是生死决战 共产党正在战场上 和国民党生死拼杀 喊出这样的口号并不奇怪 可是其中有个第五条啊 内容非常新鲜 这个第五条是这样说的 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 及社会贤达 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就提出了一个中共主张的民主程序 就是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由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然后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是实际上是共产党来提出了建国程序 你看这个时候 国民党在南京 有个国民大会选举的政府 共产党呢 又要召开政协会议来选举自己的政府 这个时候大家想战争正打得这么激烈 怎么国共两党同时想到要开大会呢 这个实际上是一场宪政竞争 咱们不要以为中国人不重视宪政 孙中山在早年发动辛亥革命的时候 就提出革命的进程要分三步 军政 训政 宪政 他计划的革命进程是分三步走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当时不具备普选的条件 就在重庆召开了一个国民参政会 像周恩来这样的共产党人呢 也参加了这个参政会 但是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呢 就应该走这个宪政程序了 这个时候呢 一些民主党派啊 人士和共产党就呼吁 要召开政治会议 来讨论中国下一步的前途 在这个召开政治会议的时候啊 有个国民党代表叫王世杰 他就提出呢 说政治会议这个词不准确 应该再加上协商两个字 周恩来的一刻就表态 说协商两个字很好 从此这个会议呢 就叫做政治协商会议 应该说这个词的发明啊 他不是一个党派的独创 而是各党派合作的一个创举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啊 当时当时开的很成功 因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啊 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建国 不希望再重新打内战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很快达成了五项决议 实际上达成了中国当时的民主契约 全国人民是非常拥护这个政协会议 而这政协会议开了没有三个月 国民党就后悔了 他又开了一个六届二中全会 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实际上否定了政协会议 他就撕毁了这个民主契约 跟着不久 国民党就开始向共产党进攻 开始打内战 当时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 蒋介石却一意孤行 红然大举进攻解放区 在这种情况下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 怎么会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呢 可这时的蒋介石认为 他很快就能消灭共产党 也不需要民主党派来撑门面 结果国民大会唱成了独角戏 南京独角戏的大会 他通过了宪法 自称履行了宪政程序 可是全国人民却看不起这个大会 陕北有一个老农民就说 南京的大会贿赂选举 简直像是卖猪 这样新闻界的代表就纷纷说 南京这个大会是个猪仔大会 这个就是咱们看到 搞民主不光要看形势 还要看实质 你搞假民主实际是得不到人民拥护的 1947年召开的南京国民大会 在全国人民眼中就成了笑柄 但是蒋介石仍然不改 到了1948年 他又要再次召开国民大会 上一届是通过宪法 这一届是选举总统 他蒋介石想当总统了 这个时候呢 共产党也针锋相对 你开你的大会 我开我的大会 所以说西百坡在五一口号中 等于向全国的各民主党派 也发出了一个集合号 可是这个号角能不能得到响应呢 在1948年的时候啊 毛泽东制定的军事政治战略是这样的 军事战略上是军事南下 他先是派刘邓大军南下渡过黄河 把战线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现在呢 他想继续南下 要派肃裕大军 要渡过长江 抄国民党首都的后路 同时呢 又布置林彪南下锦州 准备在东北形成关门打狗的态势 把东北搞成战略基地 同时呢 召开这个政协会议呢 是要政治北上 为什么呢 民主人士大多在南方 一个是在上海 一个是在香港 这个时候呢 周恩来是身兼两职 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 一个是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 所以周恩来啊 是一手抓军 军事南下 一手又抓政治北上 当时这两项工作都非常忙 可是 你做出了部署 不一定的 等于能实现 此时 毛泽东也遇到了难题 军事南下 林彪不同意 政治北上 虽然发出了五一口号 但迟迟得不到民主党派的回应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呢 怎么对待不同意见 实际上是对领袖素质的考验 你像毛泽东呢 他就不采取蒋介石那个做法 他不是说你民主党派不想应 我就唱独角戏 他是耐心的等待着民主党派的回应 可是民主党派的回应 为什么迟迟不到呢 这个时候啊 民主党派那些领袖人物 大多在上海和香港两地 香港这个地方 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统治 它是实际上呢 又成为内地的一个避难的地方 因为国民党政府的这个统治啊 统治权 他升不到香港那 这样内地的这些民主人士 就纷纷避难到了香港 你像这个蒋介石 在国内取消了民盟 可是民盟的两个负责人 沈君如和张伯军 就逃到了香港 然后在香港重新建立民盟组织 这两个人就当了代主席 另外呢 这个国民党内部呢 也有一些反蒋人士呢 也跑到香港 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 就是今天的民革 李继生也当选了主席 这些人呢 在香港呢 就积极进行这个民主活动 中共的五一口号一发出来啊 他们也积极响应 表示都拥护这个五一口号 支持召开政协会议 可是支持归支持 具体怎么开这个会议 就有很多争论 有些人主张是各党派联系和召开 有些人就主张他说 我们不要去开这个政协会议 我们另走一条路 我们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 他们互相争论 我们走第三条道路行平 甚至还有人主张 干脆开政协会 还有国民党主持好不好 就在这个香港的 这个各派人士之间啊 内部争论的也很激烈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共驻香港分局的这个书记 方方和潘汉年呢 他们就把主要工作放在哪呢 就是怎么统一大家的思想 当时在香港就组织了一场论战 当时在香港的媒体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各党派思想还不统一 潘汉年无法向中央汇报 因为当时的汇报都是秘密电讯 简短的电门 没法说清楚复杂的情况 就在这时 蒋介石也开始活动 那么蒋介石采取的是什么做法呢 就是切断你香港民主党派和中共中央的联系 让你互相之间不能沟通信息 你像在香港 当时是中国政府驻香港有个外交特派员公署 这个蒋介石就通过这个外交特派员公署 就知会香港当局 港英当局 就是说你得制止香港民主人士的活动 不能允许他反政府 同时国民党军统特务又安插在港英警察里 他也埋藏了几个内线 这样港英警察就出动搜查华商报 突击搜查咱们的秘密电台 就他这么一干扰 潘汉年秘密电台就一时中断了和西百坡的秘密电信联络 这样中央这边也收不到香港这边的真实情况 另外蒋介石又下了个狠招 现在可以说这叫斩首行动 毛泽东是渡过黄河以后 住在禁察军区的驻地叫程丹庄 国民党就派保密局的特务去给毛泽东下毒 可是毛泽东警卫员警惕性也很高 他特务把毒下在鱼里 想让毛泽东吃了鱼中毒 咱们警卫员把鱼先养上几天 一养着鱼死了 就发现有特务下毒 就引起了警惕 以后这个下毒就下不了 可是又有了突然的情况 有一天毛泽东正在屋里办公 突然听见飞机响 这个警卫员就欠毛泽东赶紧转移 说可能轰炸 但是毛泽东见敌人飞机也见的多了 估计是侦察机别理他 就照常办公 这时候飞机声音就越来越近 这时候警察局军区的私勉员 聂荣振就来了 就带着警卫员 拉着毛泽东架起毛泽东就跑 就不听他了 毛泽东刚刚垮出小院 敌人的炸弹就落到这个院里 炸到毛泽东屋里一片狼藉 暖水瓶也炸破了 连桌上摆的一篮子鸡蛋都炸碎了 那个弹青都甩到墙上 如果毛泽东这时候不及时转移 肯定是生命危险的 这是怎么呢 国民党特务想了个高招 他在这个承南庄也没有电台 没法报信 他就在地上撒那个玻璃碎片 玻璃末 用那个玻璃末组成个箭头 指向毛泽东的住房 这让敌人的飞机从天上飞的时候 看见这个箭头就来轰炸毛泽东 蒋介石想通过这个斩首行动 来打掉你共产党的指挥部 这让你还开什么政协啊 这个时期的蒋介石 应该说是处于优势 他有政权的资源 有军队的资源 有条件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联系卡断 因此 共产党发出召开政协的集合号 一时听不到回应 毛泽东很是着急 可是就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毛泽东仍然是坚持民主作风 他这个在军事南下问题 他就反复征求素玉和林彪的意见 最后呢 就听取了素玉的意见 就让素玉大军不渡江作战 在长江以北打几个大仗 但是没有听林彪的意见 坚持让林彪在东北搞关门打狗 后来的事实证明 毛泽东的两个决定都正确了 咱们现在想想 要是反过来会怎么样 这个国民党将领啊 总结国民党的失败的时候就说过 说我们蒋总统飞机只要飞到哪 哪准打败仗 就是蒋介石他没有民主作风 他听不进去下边的正确意见 他特别要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 可是毛泽东恰恰不是这样 咱们有些 有些这个不了解中国军队的人以为啊 说军队本来是最讲服从的嘛 军队是不要民主的 他们恰恰不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三大民主 政治民主 军事民主 经济民主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民主作风 所以解放军才老打胜仗 毛泽东发扬民主啊 不光是这个注意 听自己部下的意见 对民主党派啊 他更是格外的尊重 应该说啊 民主是从尊重别人开始的 毛泽东这个建议召开政协会 有人说这是发出了个集合号 可是你对军队可以发个集合号 就下令就行了 对民主党派一定要十分尊重 毛泽东不光发公开发出了个口号 他还亲笔写了一封信 他给这个民歌主席李继生 民盟主席沈君如写了一封亲笔信 这个信呢 而且是称兄道弟 对这两个老人家是称兄的 毛泽东自己是称弟的 很客气的征求 他们对开政协会的意见 在什么时间开啊 什么地点开啊 什么内容 毛泽东是对民主人士是理性有加的 周恩来也是这样 周恩来就布置香港的这个潘汉年啊 你和民主党派商令这个开政协的时候啊 你不能说下个通知 你到我这来开会 不行 你要登门拜访 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不能像党内这样下指示 这样呢 就使我们看到了 这个搞民主啊 他这个民主不光是个理想的旗帜 他同时也是个实践的进程 就是你为了召开这个政协会议 你先要认真筹备 你这个筹备的过程 本身就是个发扬民主的过程 本身就是个民主协商的过程 这样你这个会他可能开好 就经过共产党这么耐心的努力啊 终于啊 这个各项工作有了扭转 像香港那边啊 咱们秘密电台又转移了个地方 又能发报了 民主人士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呢 他们意见也一致了 这样香港就发了很长的电报 把香港民主人士的这个意见 就报到了西百坡这 毛泽东得到这些意见啊 就非常高兴 立刻布置说 下一步 既然大家都统一意见 同意在北方开这个政协会 下一步就是把民主人士 从香港接到北方来 周恩来啊 就立刻布置香港 说要护送民主人士北上 现在西百坡这啊 周围还是敌人 开不了大会 到哪去开呢 到东北解放区去开 当时东北解放区有一个全国唯一的省会城市 哈尔滨在共产党手里 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第一届政协在哈尔滨开 咱们大家一看这个政协会议这个筹备 这就告一段落了 民主人士一北上 这个形势就扭转了 可是实际上这个北上啊 并不容易 从香港到哈尔滨 要纵贯整个中国 南方全是国民党的地盘 中原在打仗 民主人士怎么过来啊 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讲的题目是绝密旅程 谢谢大家 周恩来指挥秘密集结 冯玉祥归除遇难惊魂 蔡廷凯搅拌苦力工人 沈君如化身帐房先生 作定一献计争取副作义 胡玉芝建议缩短战争进程 中国秘密战作者又一例作 全景解读新中国建国内幕 敬请关注 好在今周末开讲 协商建国 这里有举世瞩目的兵学规报 军事兵法 是我们五六百种兵数一种 这里有我播各个时期 军事机密的资料 这是北洋时期军事演戏的照片 我们国家领导人 正站在年代的 起草的组长命令 人见 走进它 带您浏览中国兵书城的西式馆藏 打开一个显为人知的历史宝藏 和平年代 下周为您播出 揭秘中国兵书城